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总向呼吁我》 《苏安东投顾为名誉》 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透过一个在即时盘 就是盘态分析当中 有一个叫做三点挂空盘 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针对后续盘式的一个发展 毕竟我们在今天一开始 就是说我们先列举两档个股 尤其这两档标的在今天 全面性 今天大盘是形成温和补量 然后大涨一个100点 相当我想针对这两档个股 我们跟各位做的分享 包括第一档2363这个系统 系统我想针对在盘态分析当中 各位你如果有学过的话 你已经知道一个叫三点挂空盘 就是说在这个攻击的一个过程当中 产生三个高点 三个高点 那这三个高点我想很多很多 这是个很标准右空盘 比如说 碰到前高过不了就做个折返 碰到前高又 又过不了又形成折返 到了后续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再拉回 没有去破前波的这个低点 那这一趟这个拉回 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做买点 就是所谓的买点 那毕竟针对今天这个系统的部分 我想在 这个大概是在11点钟之前 他也经过这三点的一个挂空 都是右空盘 那相对就是说 每一趟拉回 低点 越电越高 到第三点一个后续 就形成后续就直接拉 拉公升 拉升 一路供到这个掌停板锁住 这针对系统部分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3680 我们这张老朋友就加灯的部分 我想这个又是一个很标准 一样是三点挂空 一样在这个早上10点半左右 之前 在他这个攻击的过程当中 让很多很多的投资人 觉得在压力一直过不了 一直过不了 包括一开盘的那时候 那个高点 一开盘之后就卖压 他涌现就做一个拉回 拉回之后攻了三趟 攻了三趟 三点又形成三个高峰 那这三个高峰 我想每一趟做拉回 拉回再攻 拉回再攻 第三趟拉回 后续低点 已经越来越高 做一个提高 那这个第三点 三点这个高峰 第三个高峰 再拉回这个低点 没有去破前低 就是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拉回这个三点 挂空 右空盘的一个买点 那买点产生到的话 就是说后续 依然加登的一个部分 一样是锁住这个涨田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透过这两个这个盘态图 来跟各位做分享这个操作观念 就是说 包括这个前面这个台湖大盘 我想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你有工具 你有这个相关软体的投资人 你看得很清楚 包括这个波段 台股 我想我们在当时4月30号 当时告诉各位 当时量价 同时到顶的后续 量 创高 量创高 然后这个这个价格也创高 后续经过到今天 今天收在这个11,000 就是说每一趟到了11,000点 那通常各位你就会觉得 又是一个碰到一个叫重压区 那尤其很多很多的我们这个分析 同学老师也跟各位讲 就是说 这个盘到今天 每一趟到11,000就做折返 11,000又做折返 这一趟到今天又是形成一个 来到这个11,000 那后续我想这个是 这个是好戏就准备要上场 后续 这个盘有在又有在压回 他可以直接攻也可以 有在压回 又没有去破这个前低 那这个往这个限度 是不是跟各位刚看的这个 每一趟拉回拉回 越底部越垫越高 高点就是压力没有过 高点三点挂空 压力就没有过 让各位觉得就是很重的一个压力 那重点回撤 第一点做一个提高 往这个又是一个很标准很标准 三点挂空的一个右空盘 所以我想也在今天 因为毕竟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毕竟我们一样老话一句 天下市 唯一不变的叫做什么 叫做变 变就是 尤其是说 针对磐势的一个部分 忽多忽空 我想这个各位 你不要觉得是忽多忽空 因为毕竟 针对每一趟的一个操作 我想天下武功微快 微快不破 你觉得速度要快 因为这个磐势变化状况很大 这个状况很大 我想这个更凸显 各位如果说 你有这个工具的一个辅助 相对应来讲 该多做多 该空做空 我们绝绝对对 不要请各位 呼就是说 不死多 我们也不死空 全面性 就是依据这个盘势的一个眼镜 我们来做到一趟 执行我们该做的这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到今天又是来到1万亿 那当然话 量 量还是今天温和放一点点量 所以说我想今天这个盘 如果说各位你对照刚刚我们给各位分享的 那两档个股 三点挂空之后 到后续就是拉到涨停 我想这个 全面性这个已经非常非常雷同 那后续我想再一个条件就是说 再压回来 压回来低 没有去破低 没有破这一个波的 这个拉回的一个低点 后续再做一个叫做温和补量 温和补量 那当然话前波那个高点 11039 我想就在这个波段的整理当中 持续性去做到一趟 创高 再展开一趟 这个新坡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开始 这个整个一个盘面 在今天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先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重点我想我们在近期的一个操作 包括就是说 我们在以往从3月19号 带各位来做这一趟报信反弹 我想 针对不同的个股 我们都踩个叫来来回回的操作 每一趟我想我们踩个叫短波段操作 有买有卖 把一趟一趟的一个价差 来做到擷取 因为毕竟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整理的一些个股 你经过这样子一买一卖 一买一卖 就是说操作巡软 大概是一个礼拜上下的时间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这个波段 这个报信反弹展开这一段 很多个股 我们都是来来回回的做了好几趟 那相对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说一路做多一路做多 到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礼拜四 从礼拜三开始 我们去执行这个叫短空 短空的一个策略 那毕竟就是说 针对为什么我们要去做短空 包括从上个礼拜 上礼拜拜 拜四 礼拜四 大盘 产生这个波段的一个卖出讯号 那卖出讯号做一个产生档化 我们在当时 在从礼拜四是产生这个讯号 那问题我想我们连续 一个多礼拜跟各位提点 你要特别留意一些个股 你高档卖讯产生 你要去做先卖 你要先买 就是要希望各位你要先卖 那甚至我们就是说 从上个礼拜三 我们就开始执行这个出多 翻空 針对一些高档卖讯产生的一些 个股 我们就执行这个 反向的一个 卷空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 尤其说 从上个礼拜三一路空 到昨天 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到昨天又有一个改变 什么改变 我想我们这个在盘中 都有跟各位做分享 昨天 大盘 他的一个短 多的一个买点讯号 我想在昨天一开盘不久 开盘 高点不就已经产生 这一趟的这个大盘的一个短 多的一个买点讯号 那买讯再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话 我们就恶化不说 针对相关卷空的这些个股 我们去执行 补空 再做翻多的一个策略 虽然我想 就是说不是沃老师我们很喜欢变 当然话就是说 你全面性你的一个操作 你就要采个叫灵火的一个操作 绝对不要死多 我们也不要死空 因为毕竟这个阶段点 我想我们在昨天之前 也跟各位做强调 目前来说 就是说这个盘 从这个4月30号以来 都是属于叫横盘整理 那横盘整理各位 你做多你也对 做空你也对 宜多宜空 重点就是说 个股的一个走势 蓝元北侧 你要针对不同形态的个股 不同多空巡囊的一些个股 高位阶产生卖讯 我们去执行卖空 拉回已经经过修正的一些个股 我们去执行 短多的一个策略 我想就是说 全面性你做多做空之对的 重点是说 个股表现 那你要针对不同个股的一个属性 跟他的位阶 去做到他判定的一个操作 所以跟我讲 既然就是说盘式千变万化 那当然的话 各位我们的操作就很简单 全面性 我们就是根据讯号 我们去执行 我们该做的一个动作 那尤其如果说各位 你有这个工具的一个辅助 这个讯号在第一时间的一个告知 那当然的话 不管盘式的掌握 各股的一个掌握 我想这个 你的趋势 你都可以掌握得很好 相对就是说 以今天这个波段 我想上个礼拜 是产生波段卖讯之后 到目前为止 这个空荒的一个力道 空荒力道 都在做一个逐日的一个缩减 逐日的一个缩减 那配合 如果说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这个三点掛空又空 如果成立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后续修正拉回 低不破低 这个又会是后续的一个买点 那当然的话 我们这是先 因为毕竟我们未来怎么样 我们不知 那等于是说 拉回 如果说破又破低的话 那当然的话 我们提供给各位这条件就不成立 就说 三点三个高峰之后 压回 低不破低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回撤的一个买进点 所以光我想 针对后续这个盘 极有可能 又是形成一个三点掛空之后 补量 继续做个创高 又是一个 simple的一个攻势的一个开始 那各位这个 这个大盘的破坏虚然 你也看得很清楚 后续 他现在 现在是油红翻绿 绿问题 这力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后续又产生油力又翻红 那又会是一个 新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开始 所以光我想这个 我们在今天这个大盘的部分 我们花多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做强调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昨天跟各位很强调 就是说 昨天我们去执行 补空翻多的一个策略 那至于就是说 要买进哪一些个股 当然的话 我老师我们也都在我们这个Telegram 给各位做分享 那针对这档标记 我想 各位你在今天早盘 你都看到 3515滑钱 这档个股 我想我们从礼拜二 以来 礼拜一礼拜二以来 天天 跟各位做分享 那怎么样子的一个分享话 我想最主要最主要 针对这个 就是说3515的这个滑钱 那我想以滑钱这两个股 在5月18号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分享各位高档的卖讯 买点出来 卖讯产生 那这一趟这一趟 我想找一趟一大段 卖讯产生 你先卖 高档你先卖 拉回你再买 后续他要产生买点 在昨天尾盘的时候 产生他的买讯 那买点需要产生 我老师我们在昨天 12点34分 证据在哪里 我想请各位无论如何 你要去辨别一个老师 是不是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我想这个你当然的话 你要看看证据 全面性不能是说 今天涨停的 说到的都尊贵 我想这个全面性 我想这对各位的帮助就不大 毕竟证据在哪里 我想这各位 我们一般会员的讯息 就是说在这个 昨天12点34分 尾盘产生这个买点讯号 买讯一产生 我们的话我们就带进 我们的会员朋友 那我想买讯在多少 127.5 买点产生的后续 今天 昨天大概 昨天是一收盘 一样是大涨 昨天涨了6% 今天 锁住涨停 不到10点钟 涨停板 收到一路锁到尾盘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现在我们在昨天 补空翻多 针对你锁定的这一个股 当然我们希望各位 看准你就要出手 看到你就要做到 就是说无论如何 你看准你无论如何你要出手 那一出手 你能不能大赚 我想这个全面性 各位一样 眼见为凭 我想这个全面性 我们在昨天节目都有 视线跟各位做分享 包括花钱 这东瓜皮昨天 昨天尾盘产生这个买点讯 那后续我想就是说针对 包括我们在昨天分享 各位这个365 3563 这个穆德部分一样 买讯产生 昨天大概涨5%多 今天又续涨大概2块钱左右 这个持续性后续就是近代卖讯产生 我们在做这个卖的一个动作就OK 那另外我们在今天早盘 一样 针对一些相关 产生讯号的一些相关个股 毕竟我们也全面性 我们不怕各位赚 就希望各位你能够全面性 你都能够跟着我们来做 全面性的一个大赚 毕竟就是针对每一天 我们锁定的这些个股 我想这个工具 我们这道操板团体 一开盘 高点开盘 就这种开盘之后 就会直接帮各位锁定 跟这个条件非常非常严谨 透过这个很严谨的条件 筛选 那这档数的不多 就是说高价个股 大概一档到两档 那其他的大概也是一档到两档 全面性最多最多就是两档 那我想我们在今天早盘 早上10点多 我们在我们这个Telegram 有没有分享各位你自己到Telegram 自己去做一个好好的检视 那等于说 针对我们相关分享这些个股 包括好像这个15 1597的这个值得 甚至包括像这个3483的这个力士 我想这些个股 工序锁定 那当然买讯一到 那当然为了说我们也带进我们的会访朋友们 所以说针对这两档标的全面性 敢买你就敢赚 敢买你就敢赚 因为毕竟我们每一集会员 全部全部 顶多是三档个股 沙东高培 我想这个全面性我们的操作就很简单 根据讯号 而且这个这个这个 选股的部分我想这工具这个软体 开盘 决定中开盘之后 直接会帮你做一个锁定 那毕竟针对今天我们分享各位这两档 快来短多个股 像值得 当时他在这个前波在5月6号 当时产生 卖点在92块8 所以说我想我们就是透过这张 这种线图的呈现给各位做分享 我们真的希望各位 你说你都是暗表操客 当时还在92块8那时候 你高档先卖 卖掉之后修正拉回 你宁愿各位你卖错 你都不要报错 你报错的话 我想这一堂这样拉回看多少 各位自己看 后续产生买点 买点一起去产生 我们在待进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今天值得的大涨 超过半根停板以上 3483立志 当时的卖讯 比较近期 在这个5月11号 5月11号 你高档先卖一趟 一拉回拉回那么深 买点产生 我们再做个买回 今天早盘一开盘不久 买点产生 在这个62块1 收盘 收盘64块9 今天太拌 全面性敢买 你就敢赚 那毕竟我想近期就是说我们带给各位 我们从上个礼拜 礼拜三开始 我们是带各位去执行出多翻空 翻空 我想这一标的全面性高档卖讯产生 像我们相关分享这个4968立志 卖讯 在这边 后续这样压回 那各位看一下 那个60分钟限当 卖讯在多少 172块半 那我们去执行 我们大概 空了172块钱 我想这个证据在哪里 也给各位做一支直接分享 在上个礼拜三我们在10点02分 带着我们会去执行这个反向 避险卷空 当天收在173块钱 全面性都是穿价成交这个卷空单 后续这样一路修正下来 到这个5月18号礼拜一 打到跌停板锁住 跌停板锁住 后续我们在昨天 昨天 产生这个短多的买讯 买点讯算做产生 那我们就是说 卖讯产生我们做空 空点 这样一路修正下来 23块钱的获利 有空有补 补了之后我想我们在针对 包括像这个3515 像华庆的部分 是不是带给各位 现买 现赚 涨停 我想这个全面性操作就是那么简单 那后续我想我们在这个波段 包括像我们在从上个礼拜以来 陆陆续续 针对高档 卖讯那些个股 我们成本无私 不遮不盖 就在我们这个Telegram 给各位做分享 那分享目的无他 希望各位能够趋极避凶 该避开风险 你去做避开 像被动元件 国附卖讯在这边清清楚楚 这样拉回多少 快接近50块钱 买讯产生 你再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先卖再买 你要不要视而不见 你一路买一路买 买点讯号 在昨年产生之前 你全面性都是现买现套 每天买每天投 到这边买点产生 先卖再买你会赚更多 环球金赶快先卖 买点还没有产生 原相先卖 一修正拉回十几% 22块钱的价差 买点就做产生 操纵赶快 买点就产生了 这样一趟拉回22块 微箱一拉回12.8% 玉泰一拉回 拉回多少 这个价差也都很大 就是后续他在昨天的产生买点 买点今天都是涨的 我冒 我冒今天大概涨5块 先卖再买 我想这样子 你会赚更多 那这个是PCB的一些个股 我想我们的操作就是很简单 根据讯号来执行各位 你该做的这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今天这个盘是 在今天又形成这个 三点挂空的一个盘 我想这个都相相适合各位 针对后续这个盘 再有做一个压回 这是各位 你无论如何 我们的操作就很简单 不管盘是不管个股 我们就根据讯号的一个体势 暗表操客 那毕竟 多我们做多 空我们做东做空 该多做多 该空做空 那毕竟盘是在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希望各位 死多死空 全面性我们就是根据讯号 那我们在今天一样 此一天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1加1加1的一个活动 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马上拥有 我们这一套 智慧型的一个操板软体 来协助各位 不管是选股 跟这个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就如同 不管今天的短多个股 像值得 像励志 昨天的滑钱 有没有买 各位 证据 你全面性可以做个检验 昨天买 现买现赚 延续到今天 涨停板锁住 我们讲这个 财户就是这样的一个累积 但是相关活动 续习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来做一个恰许 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 谢谢收看 再见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险未来破例 皆因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涉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